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将军的基层生活吧 这位开国上将名叫邓华去部队之前为了避免这个名字出现什么议论 于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丁华 邓华在去连队之前就已经是沈阳军区的司令员 然而这么高的职位在部队中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让人们震惊了 随着自己前去连队报道之后 自己成为了一个名叫于德华班长的一个成员 对于这样的一个老将 班长问道 老同志啊 你岁数这么大 还不退休回家吗 邓华 我今年才48 退休还得几年呢 不着急 面对这样的一个老兵班长 也是处处关心着他 这个连队所执行的任务 团独比较艰巨 因为每天晚上都必须出去巡逻 而且还都是悬崖峭壁 这样恶劣的环境 因此班长于德华 也是因为丁华年纪太大 去了不放心 最终就打算将其留在营中 但是邓华却不高兴 咱们都是兵 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吃不了这半还算是军人吗 说吧 就背着枪走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将脾气 自然班长也是无可奈何 就这样邓华就和普通战士一样 都每天饮食起居 巡逻外出 丝毫看不出来是一个开国上将 记得又一次部队体检 要做的项目包括单杆以及跳高 对于这样高负荷的运动 班长都会担心这位老兵会不会吃不消 在体测的时候 邓华做单杆都是非常吃力的 因为看着这位老兵的身体非常瘦弱 所以很多人都会担心 他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就这样用了三次机会 还是顺利的通过了体测 之后到了跳远的环节 一米五的高度 对于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吃力 最终邓华摔了三次之后 还是跳了过去 同时也是赢得了在场士兵的掌声 就这样邓华在这个连队当中 给所有的战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基层体验接近尾声 邓华也是要离开连队 连队还专门弄了一个欢送仪式 在这个仪式上 他们的参谋长唐子安 决定揭开邓华的真实身份 然而没有直接说出 而是让士兵们猜测一下 然而士兵的回答量了 他们认为邓华最多就是个管理处处长 因为丝毫没有任何迹象 表明他是什么大官 唐子安听了这话哈哈大笑 扯淡了 这不是 这位丁华是咱们沈阳军区的司令员 看不出来吧 听到这里士兵们瞬间傻眼的 这样的高官丝毫没有任何架子 而且还如此的坚强 真的是让人非常钦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